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小区是位于休斯顿Kitty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小区 这是南Kitty的位置,也就是10号公路以南 小区的名字叫Tamara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视频是10月16号2019年的时候拍的一个视频 当时整个section开发的房子比较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我还有说过,您现在看到的这些空地都是还没有开发的 以后就会开发 我当时还以为就是可能要一年后或者什么时候 那你看这几块空地有那么几套房子会非常的好 因为正好临湖边,并且价位特别好 30万以内20来万的房子 那这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呢就是2020年3月3号 也就是刚刚拍的一个视频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看还是这个湖边 我们掉一个头看 还是这个湖边的这几个条路上的房子,您看全都基本盖完了 我们现在视频指示的这一套是一层的25万2,但它面积不是很大 像这个一层的25万2 然后它邻居的这个另外一个一层标价也是25万2 这几乎都是个准线房,快盖好了 还有一套也是湖边的两层是28万2的这样一个报价 那整个section,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完全结束 这差不多就从10月16号到11月16,12月13,1月2月 现在是3月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整个section全部结束了 盖的还是非常的快的,因为卖的确实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当时我们没有盖的那一部分的一个区域情况 就这三套在湖边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 毕竟临湖而且价位又特别的便宜 不管是养老自己居住还是投资都比较有价值 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整个社区在休斯顿这个城市的区域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小区离亚洲城,也就是Asian Town,非常近 它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因为Asian Town就在Kitty 然后它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more叫Kitty Millmore,也非常近 16分钟 然后它离这个Kitty的一个浩曼医院,也就是非常出名的 姚明和刘翔都会治病的来的这个医院,15分钟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